资讯科技的技术可以说是 韵心悦意发展相当的快 今天在沟索软体科技研究当中 就有一场资讯加值博览会当中 展出的内容就包括像是时下很夯的 3D和4D技术如何运用 带您前往了解 真的是有飞行的感觉 对啊 因为你的悬空就会有飞行的感觉 它会随着你整画面跟着一起动 它拍的位置就是你看的位置 最新的4D动感飞行影剧院 带着游客飞越加拿大生理其境 在国外引发抢搭话题 连风或空气中飘来的味道都能模拟 创新研发的业者就在高雄 让你觉得生理其境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特效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研发 所以让你觉得很自然 即使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 在那个地方然后很清淡的 然后很自然的闻到那个味道 即使有风有水也都是很自然的 GV科技的创新研发成为产业领头羊 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资讯家职博览会上 另一个引发话题的摊位 是最新的3D列印技术 可以以模型的高度来量测我们的时间 那一般的话大概一个小时是做两公分这么的高 颠覆一般人的想象 3D列印技术日趋成熟 以往动辄数百到上千万的机器将日趋普及 从原版的工业设计 它实际上可以到衣材 甚至到一些工业上面一些模具的设计 甚至到一些客户它定制量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需求 博览会邀请加工出口区近50家资讯厂商参展交流 秀出最新的资讯产品趋势为产业加值 这个资讯产能量 另一方面透过这个机会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资讯软体产业在这边会深耕发展 所以更多的人才会聚集在这边 厂商提供了400多将近400个的一个职缺 通过博览会来展现南台湾资讯科技的产业实力 最新的3D及4D技术运用 及资讯平台的整合建立 是趋势更蕴含商机 同学们有红富人采访报道